在打压新疆的棉坊行业之后 再次动用国家的力量 将黑手伸向了新疆的光伏产业 美国有关人员甚至妄图通过立法的途径 对新疆的光伏产业实现打压的目的 这实际上是以所谓的维护人权的名义 行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 霸凌主义的实质 严重违反了国际贸易准则 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也严重违反了基本的道义规范 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的严重的威胁 他们的目的就是遏制新疆光伏产业发展 加深对新疆经济的迫害程度 干扰中国参与全球光伏产业价值链的合作 以帮助美国相关企业获取不平等的竞争优势 所以他们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 也是非常阴险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